警方已拒絕支聯會舉辦維園燭光集會 並且首次引用公安條例維封維園 政府已警告市民沒有非法集結 但昨晚仍然有大批市民不理警告 在旺角、銅鑼灣及維園一帶聚集 其中在旺角、銀鑼施政在豉油街擺放街站和放映會 召集人黃日戰更多次以抗飲器大叫 吸引途人為官 警方其又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為由作出拘捕 及後更有人在西洋蔡南街高呼港獨口號 警方高舉指其警告 而在銅鑼灣一帶更人頭湧湧 近千人手持電子燭光、手電筒或手機 更有人高叫抗爭到底等口號 警方在銅鑼灣時代廣場一帶拉起橙帶 折查近十名可疑人士 有一名白衣女子被帶上警車 另外有黑衣人在銅鑼灣波斯庫街 將垃圾和垃圾桶等雜物 訂到馬路中心阻塞交通 警方昨晚出動了七千警力在全港戒備 截至晚上十點 警方指至少四男兩女被捕 年齡介乎20至75歲 涉嫌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普通襲擊 刑事毀壞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另外至少12人干犯了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章的相關罪行 而維園最終在凌晨1點解封 言學施政 今日下午在社交平台宣布 王日戰已獲釋 根據公安條例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處監禁5年 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結 最高可被判處監禁12個月 參與受禁的群組聚集 亦會干犯了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599章的相關罪行 市民簽密以身示法